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始了忙碌 生活 做饭 帮助虽满31岁 而智力还仅有3岁孩童的残疾儿子起床 哄着帮他洗脸 洗手 然后在一堆药物的维持下坚强的生活和工作 他就是陈建青 中国西部的四川省南冲市彭安县海田乡三青州村的一名党员干部 牢记脱贫奔康的使命 奋斗在最前线 先后走破一百多双胶鞋带领乡亲们走上致富路 他又是一个病人 却奔走在乡近的道路上为村民送医送药 他也是一个母亲 不离不弃地照顾患病的儿子 脱贫公斤工作开展以来 陈建青积极动员群众 协助回乡创业乡友 建立领头羊专业合作社 存栏种羊六百多只 应地制宜种植珍贵药材等近一千亩 合作社现有53户村民入股 帮助34户贫困户解决增收问题 同时 陈建青积极为村民争取资金 修建了水泥路3.4公里 解决了困扰村民多连来出闲的问题 因此 上个月 陈建青凭获敬业奉献类四川好人 其实 陈建青也身患疾病 2009年被查出患上系统性红斑狼疮 每天不同颜色的药丸 他要吃一大把 每个月药费要花费一千多元 巨大的生活负担带给陈建青沉重的精神压力 他快扛不住了 无数次想放弃自己的生命 可每当看到孤独无助的儿子 母性大爱又战胜了一切 他最终选择了坚强 而且 他还在村医缺失的情况下 于2015年顺利考取了乡村医生资格证 为群众问证发药 清瘦 幽黑的陈建青穿着绿胶鞋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他脚步轻快 一路上 村民忙着和他打招呼 问问惠龙政策 寥寥 家长里短 陈建青是可敬的 面对命运的一次次打击 他没有沉沦 让信仰和责任支撑人生 不仅以自己柔弱的双肩撑起了家 而且还带领村民投身脱贫攻坚主战场 不忘初心 坚定前行 履行了一个共产党员 神圣的使命 如果有一天 我又发病了 也要勇敢地同鼻墨作斗争 我知道 生命不息 抗争不治 我只是一个平安的农村夫人 我入了党 当了村干部 既然在这个岗位上 就是再多的困难 再多的错误 我也不怕 都要把事情做好 在它的剑侦里有没关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